接下來這個也是參考試的重點 就是光跟顏色 你會看到什麼顏色 你照了光之後會呈現什麼顏色 我們看到的顏色就是光線進來 什麼顏色光進到眼睛看到什麼顏色 平常是不透明就是所謂的反射 透明就是所謂的透色 看到的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會看到它是它紅色的紙 就是它把別的光都吸收了 直反射紅光進到你的眼睛 所以就以為它是紅色的 別的光都被吸掉直反射紅光 你會覺得它是個綠色的玻璃 就是光照過去別的光都被吸收了 只有綠光會穿過 所以你會覺得它是綠色的 這就是扯到後面你會看到什麼顏色的事情 它吸收了什麼反射了什麼 OK 然後所有的光都被吸了黑的 光就是黑就是沒有光 所以沒有什麼黑光這回事 黑色就是沒有光 黑色就是沒有光 那所有的光都反射就叫做白色 所以反射就是白色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知道它會呈現什麼顏色 然後有一個叫光的三元色 RGB我講過會是這三個顏色 是跟人的眼睛的構造有關 那我們就不再講 反正就是靠著紅色藍色跟綠色 我可以湊出所有顏色的光 叫做光的三元色 光的三元色 RGB 湊在右像這樣 紅色加綠色會變黃色 綠色加藍色會變金色 藍色加紅色會變陽紅 有人說紫色 全圓變白色 就是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就是一個 這是光 這是所謂的加法 疊加上去的 另外一個所謂的減法 顏料 顏料 剛才說 所有那種會亮的 會發光的 彩色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利用這個光的三元色 電視機就是有三個顏色 抽出你說看到的顏色 那實際上 在美術根本 叫做所謂的彩度啊 銘度啊這些東西 我們理化考試通通沒有 我們都是100%的紅 100%的綠 100%的藍 來考你的 OK 那就是這個減法 因為它是會 它是不透明的 它光炸過去會被吸收掉的 所以要算是減法 陽紅其實就是 剛才那個光的三元色中間那個 那個 好 我是陽紅 我等於是 紅光跟藍光 其他被吸收掉 我是黃色 所以我是等於是 紅光跟綠光其他吸收掉 所以把陽紅加藍 所以只有社會反射 只有紅外反射 都變成紅色 那等於是減法 好的顏色 比較少人考這個 比較少人考那個顏料的三元色 他多考的都是那個光的三元色 光的三元色 然後那個記住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RGB RGB 好三元色然後湊出來的顏色 然後考試呢也通 就是把它記住就OK了 You are the devil 沒有 剛才已經跟你講過了 如果所有的顏色都混在一起 就會變成所有的光都被怎樣 吸收掉 變什麼顏色 黑色 就會變成就是黑的 就會變成的 就會變成黑色 好就是 剛才是所有的光在一起就變成 白的 白的 就變成黑的 就這樣子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OK